大家好,今天是7月26日 7月最後的一個星期五 其實這個星期已經踏入了一個 期指的換檔期 所以這些東西就會很激烈,很波動 三興四旺,五窮六絕,七翻身似乎回不到身 還滾下床 今天市場曾經升上去 又跌下來,現在可能有站穩一點 下午看看怎麼看 我們看看五個板塊是怎樣的 五個板塊,其他會看到有化學製品 還一直都比較好的 化學製品一路比較好的代表 反映了中國製造業方面的需求 零售一定會好 因為阿爺落實了舊換新的東西 保險業也好 因為慢慢就應該會找得到 其實內部的很多A股投資應該會比較好的 雖然A股現在好像很滾下來 其實阿爺繼續托著它 亦都有一些外資行 開始對中國方面認為是有 很重要的,可以考慮一下 黃金就沒有 因為有時候美國息升 美國息跌 影響到它 有時候去到 No.1 有時候去到No.1 其他金融都是所謂的 ETF那些東西 ETF有看好的,有看淡的 所以到時候拉拉斜斜 我們先在化學製品方面 化學製品是否保持上海化工製品 三港都是比較大的 大乘生化是比較大的 雖然價格比較低一點 中海石油石化 中風化化肥 這些都是比較大的企業 雖然股價是低 不過這些對大市的大市盤路 是沒有太大影響 指數 這些就是 來來去最多就是中國中緣 這個一定受到了 所謂的稅制改革方面 受到影響 雖然價格也好 所以這些應該要值得去留意 多一點點 再其次就是 我們看看這個什麼 再看看保險源 保險源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都是 大的 這個東西 是好 中國財險 中國繼續是好的 還有黃金和貴金屬 黃金和貴金屬 黃金和貴金屬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比較大的 紫金、燒金、山東、黃金 這些是比較厲害的東西 距離都是比較好的 如果是好的話 代表真正正是貴金 就是貴金屬的比較好的 然後還有其他金融 其他金融也有很多 ETF 還有很多期貨 特別是有些 收益的投資產品 這些都是ETF等類的 逐漸是多了的 以前只有匯豐那隻 現在就不是了 中國多了很多 這些東西 我們再跟著看看 大市方面 那麼多資本 營賦基金 今天升了少許的 銀行升了少許的 美田滾了下來 中國移動又滾了下來 這個 反正滾下來 錢就去了 其他地方 反正滾下來 錢就去了中移動 工商銀行 什麼其他都滾了少許 那麼 我們看看 大市方面 大市方面也不好了 一直站不到這裡 就是來市這裡 來市這裡的時候 將會怎樣呢 然後有一件事 那麼 短期的阻力就是17600 17600就是 即是布里加通道的中軸 下面的支持你怎麼看呢 下面的支持你要看 可能是這個 是周線圖上面 周線圖上面這個支持位 就會在這裏 這個位置就是 低的位置 是真的去到160 的 去到160 真是挺可憐的 你說 現在才17000 還有1000.6里下來 這個可能 就是可能 是會這樣 看看會不會是在稍後之後的時鐘呢 有些些位置 在這裏 這些在之前 頂住住 現在變成它 是在周線圖上面 是很明確地 第二周 因為今天是星期五 是跌穿了保力通道的中軸 中軸就是176 所以176 所以是會成為了一個阻力位 很可憐 很可憐 我們看看 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 留意一下呢 第一次就叫顯彎國旗